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本人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说 鸡蛋冷冻了以后,鸡蛋黄会变得特别的Q弹 它会变得有点像糖心蛋 有点像咸淡的蛋黄那样,固体壮又爽口 今天,本人特别的想尝试一下 到底这个鸡蛋拿去冷冻后 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变得更加美味和爽口呢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先把生鸡蛋拿去冷冻 大约四个小时后把它拿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蛋的蛋壳已经裂了 这是因为鸡蛋内的水分解冰 体积膨胀 导致蛋壳破裂 建议大家不要把鸡蛋冷冻太久 不然会导致细菌滋生 吃进肚子的话对身体有害 然后等待鸡蛋解冻一阵子 不用完全解冻 只是让它比较容易剥开 解冻后将鸡蛋剥开 大家看看 鸡蛋看起来有点像果冻 摸起来软软的,有点弹性 现在我们要用它来煮水波蛋 先把水煮开 煮开后关小火 用汤匙或筷子在锅内转圈圈 将鸡蛋靠近水面漩涡空心点 再慢慢放入蛋 放入蛋后 在蛋的外圈慢慢地划圈 把蛋黄煮到喜欢的熟度就可以了 捞起来后 就可以吃了 好吧 我们现在就看看它的蛋黄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看看 它的蛋黄变得有一点像果冻 有一点水状 本人现在尝试一口看看 它的口感有一点像蟹黄 膏状的那种 它跟普通的蛋黄口感不太一样 普通的蛋黄吃起来有一点粉粉的 但是这种吃起来非常爽口 而且把它吃进嘴里的感觉 它的口感非常滑 大家看看 它的蛋黄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吃起来有那种很浓厚的体验 还有刚刚冷冻的另一颗鸡蛋 我们拿去尝试煎一下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蛋白跟普通的煎蛋蛋白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这个蛋黄还是保持圆状 没有散掉 看看它的蛋黄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它看起来有点像蟹黄那样 膏状的 它看起来有点像那种 我们常吃的日本拉面里的那种 糖心蛋 看起来很浓厚 现在尝试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蛋黄非常Q弹爽口 跟刚刚一样 有点像蟹黄的那种口感 当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蛋黄在嘴里爆开的感觉 真是太美味了 口感有点像那种 流油的鲜鸭蛋的蛋黄那样 有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 大家一定要尝试看这个 真的是非常好吃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